- 欢迎吴童来我家做客 你还没来过这个房子 对 欢迎哈 我算你 认识的艺人朋友最久的不 对算是关于最好的 哎呀最好二字都能说出来了 不该说哈 该说该说 反正你把别的都得罪了我也没关系 哈哈这些都是今天专门买的知道你 是吗 必须有这些才能下咽 哈哈哈哈 好吃火锅的 哎刚那里面的那牛肉都好了这种 就是烫一下就可以涮一下就可以 梧桐欢乐了开始大吃特吃 开心了 我妈很多年前就听到过我说梧桐的名字哈 好多年前那个快乐南天下 其实我就见过你 哦主持人的时候 你当时没有猜 为什么说我俩的大学同学 你不会以为我跟他真的是 我知道你们不是啊 对啊 啊对吧 那他你没想为什么他会被说是 就是说啊 对吧 你有找到原因吗 我都还 没有原因就是贾燕姐照的谣 但他啥时候照的谣呢 就是我们就录节目见息闲言碎语 有导演上来跟我 就突然突然之间莫名的就成了一个 然后越说越猛 他自己也不知道 哦 他说你俩是不是真的他总觉得他听说过这个传言 后来贾燕说 哦对对对 你俩是同居 我觉得还不如答应同学 他俩同居 和室友是不是 室友 我们节目上有的是笑梧桐 你看到过没 哈哈哈 你能察觉到那个笑是什么意思吗 嘲笑 不是不是 是什么 你觉得你好玩 就是好玩 哇 梧桐他是真的真人秀之王 我做节目我第一个就拍你 梧桐的一年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很爽 你猜看这什么 哎呀还用工具呢 你还拿个灯 为了睁脸什么办法都想起来了 妈 你在干嘛 你猜 你为什么站那么高 我在睁脸 这是我的秘密 你看 没有任何区别 没有任何区别 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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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香了 小朋友 吃饭了 红烧排骨 水煮牛肉 太牛了 这个菜也好好吃 这个菜也好 大功告成 来来来 味道还可以 味道还可以 给你点一个赞 你做的比你爸做的还好吃 真的 谬赞了 就是要去洗碗去了 每个人家不应该都用立白吗 用的立白啊 给你们爆一个爆米花怎么样啊 爆米花 哦 你这种爆法 哇 滴滴啪啦 噼滴啪啦 有 有没有透明的锅盖 只有这个盖子 你们家的这个锅盖挺古老的 我当时技巧 muito 因为我直接做事情 我们把这个锅盖都拿出来 在这个里头 già 有没有透明的锅盖 我不能有透明的锅盖 要不再进学这个锅盖 对 滴滴啪啪呀 我可以做一些锅盖 好好看 我来一个 我套这个 套不重 你差点套的 一个都套不重 你暖帅 要从上面套 来来来 奖励你五个再套一下 奖励谁五个 奖励你 谁奖励的 我奖励 来再套一下 这个吧 这个头露出来的 那种有塑料袋的 更不好套 你们是在套娃娃 还是在套地下的圈圈呀 耶 好 他现在你套住了 给你奖励的 给阿姨说谢谢 是吗 阿姨学校卡包啊 对面那个可以开车 是不是 每次他都想叫我带他 可是我不会 撒车是这个 一档一档 先一档 这个是撒车 来 你开不来吗 一道开出去了 哎呀 这个真的是不好操作啊 这个是一档 你 走不走 觉得 走啊 好不好玩 嗯 结束 我们到河边去坐一会儿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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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起得好早啊 吓人啊 有什么吓人 别说话 你为什么从那边来啊 因为我马桶 乖了 我去那上次 好尴尬啊 跟我想的不一样 谁啊 尴尬啊 怎么会有这么尴尬的设计 就这样 我有事不见吗 没事 你说我是假装 进去 没没看见 哦 哦 好 好 为什么 好好的一个叫早 变成了谍战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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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谁呀 哈哈哈哈 啊 都很熟悉的朋友啊 七个人我们变成八个人了啊 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老学员 杨迪 谢谢大家 欢迎啊 学长 第二季的优秀毕业生 因为当年经受了非常大的考验 就是傅首尔来我家 给我带来在塑料袋里面包裹了三层的肥肠 因为傅首尔其实很少给人道歉 在那一刻他真诚地向我道歉 因为他真的吐了 那我们复课那个场面吗 今天啊 再来一次呢 今天如果真有的话我先告辞了 真的不想再回忆起来 杨迪因为我们这一季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感觉到了 大家都在这特别亲情地去学习 并且他们的能力提升非常之快 这次你回来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发现他们这对那个 徽章好像是非常的在意这件事情 平时聊天还好一聊到徽章这个事就很撕破脸 一头八脸的 魏叔那么好一个人指着人鼻子骂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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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那你感受到了最在意的是谁呀 嗯 还真是为叔叔 哈哈哈哈哈哈 都在意 都在意 拿着我自己在意 确实我感觉到了 另外今天班主任老师呢 要交一个任务给你 嗯 任命你今天一天呢 成为这个班的副班长 哦哦 因为这个班的正班长呢 其实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是班长 形式上的班长 一个空架子 没啥用 啥没啥用哪没用了 哦 你有啥用啊 我今天检查大虾都完成特别好 哦哦哦 哈哈哈哈哈哈 那么希望你帮我维持一下纪律 我明白了 其实给我一个官职 其实让我控制好自己 我明白 你就是这个班的副班长了啊 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 我吃块肉啊 嗯 嗯 哈哈哈 抑郁风情绝对有 哈 哈哈哈 哈哈哈 你都给我整抑郁了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齐了上边的 不你尝一下这个 老师吃完就抑郁了 着急快点的喝中药了你 虫子呀他也不是啊 我先说这个虎皮卷 首先这里面要用到的肉 是要做肉馅而不是切肉 你吃到嘴里面 它不是肉会掉出来的 它是肉黏皮 皮黏肉 第二呢 你们在挑肉的时候 肥肉你们不切 应该是七分瘦三分肥 梅肉里面的比例也就是七分瘦三分肥 梅肉它是属于颈备鸡 后面的那一块一号肉 就这块啊 这我不是猪啊 明白明白 那另外一个菠萝骨饶肉 它口感呢 有点要像菠萝肉肉 牛肉段的那种脆感 不是糊 它是肝粉 嗯 你们看了上面里面的青椒 不是让它炸 而是走一下油 然后就把它放起来 然后这个青椒已经烂完了 已经烂透了 哈哈哈哈